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个大蒜炒腊肠的做法 首先准备两个腊肠 把腊肠切成小片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然后准备四个大蒜 先把根部去掉 然后斜刀切成小块 全部切好之后放入碗中 然后把它清洗干净 清洗好之后沥干水分 先放一旁备用 准备一根去好纸的红辣椒 把它切成小条 再准备上拌大蒜 先把它拍扁 然后切成蒜末 切好之后放入盘中备用 热锅倒油 油热之后先放入蒜末爆香 然后再放入红辣椒一起爆香 接下来放入腊肠 把它翻炒均匀 炒至辣椒出油 炒至微焦 然后放入大蒜 把它翻炒均匀 把大蒜炒至断生 加入一勺生抽 加入一勺生抽 快速的把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大蒜炒腊肠就做好啦 咸香的腊肠加一把大蒜 开胃又下饭 蒸得特别好吃 十分钟就能搞定的家常菜 两碗米饭都不够吃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